內容聊世紀 天天榮心 大家好 我是內容 今天來看法蘭克人對賞蒙古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紅方選擇的文明是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遊俠血量可以到192滴血 而且法蘭克人雖然沒有品種 但是他至少有這個 天生的20%血量加成 法蘭克人前期吃果子速度是最快的文明 法蘭克人除此之外步兵是全滿的 所以他的步兵也是打擊兵 所以這個步棋作戰法蘭克人是相當適合的 後期法蘭克人也有火槍跟火炮也可以加來應對 但是他的工兵稀有不太行 沒有三級射也沒有三級的工兵鎧甲 即使帝王是帶出戰毛兵 也很難反擊對方的強弩或是馬攻回去 好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蒙古人 那蒙古人最大的特色是吃野味速度極快 而且蒙古人他的肉馬 清騎兵跟草原騎兵有血量加成 雖然封建時代是刺猴騎兵沒有血量加成 到了城堡時代他的清騎兵是一個一大威脅 那蒙古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馬攻策略 這個蒙古突擊或是重裝馬攻 他的馬攻都有攻速加成 後期可以轉出重型投資車或是大衝車巨型投資機 有這個精灌技術可以增加工程器的移動速度 所以中後期的打法是非常強大的 通常配這個大衝車加上蒙古突擊 是一個相當好的選項 那蒙古人的前期的經濟加成 只要吃完路之後就是沒有了 所以後期還是要主要以開農為主的打法 會比較適合支撐的其他的蒙古突擊的策略 好 那來看一下兩邊風劍時代的地形會怎麼打 好 那目前看到蒙古人這邊金礦在這裡 果子在這 看起來經濟來說不會太差 因為重要資源 前期的重要資源都在後方 但他有個問題 他的副金在正上方 另外一個金在正前方 這兩塊金要鎖好 那還好這個算偏後方 蒙古人這裡應該是前期可以過得蠻舒服的 反而看來這邊是果子在前面 這個就有點尷尬了 這個可能要稍微往外圍一點點 才會被騷擾到 好 這樣子圍 這樣子圍 圍下來 正前方這個位置可能要這樣子圍 這樣子圍 但是我們這邊上地視角 可能是正面先圍好 鑽住手上面這塊區域就好了 但他後面有個問題 沒有任何的木頭 當然木頭只能往前 這個就顯得有點尷尬了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地圖平衡性就是這樣子 全部都是隨機的 好 那這邊看到 尼可夫 這邊點下了封建時代 17P 打17P 兩邊都是超高速封建時代 那這邊蒙古值得一提的是 他居然偷了織布啊 這個黃金雖然是50 兩邊都是偷了織布 看一下這裡有沒有偷 這裡沒有偷 但是為什麼尼可夫這裡黃金是50 這就神奇了 好 這裡點下了織布技術 OK 它是玉牌啊 所以黃金先消耗掉了 想像奇怪 他脫織布黃金卻是50 好 在這邊看到蒙古人是點下了一種螢幕 打一個經濟型轉漏馬的方式 這個打法也適合蒙古開局 這邊如果前面投資一堆漏馬 待會再點品種 也可以接續到城堡時代 出蒙古突進 或是重裝馬工的一些策略打法 好 好 那蒙古人這邊洛馬開 一個正常的開局 後方的洛馬稍微追逐一下 好 三隻洛馬過來 好 正面法蘭克人要稍微圍一下了 好 先把正面圍起來 好 蒙古這邊也是一個正面大圍加 直接把正面給圍死 好 它們都是一篇走維加路線 所以前期的打鬥可能不會這麼的兇猛 但是蒙古人依舊現在有洛馬的數量優勢 反而客人還是要補到三隻洛馬 會比較安全一點 才可以防範對方洛馬騷擾 好 這邊好像看到了 欸 看到了 但是用槍兵去防守 洛馬是往前衝 看看可不可以鑽到一些漏洞 但蒙古這時候都已經圍好了 只剩下正面一個開口 這個正面開口可以直接走進去 但是有槍兵守著 而且也有可能會收村被蓋城牆的危險性 所以不太容易直接長驅直入 好 這邊要衝進去了 哇 這裡沒有蓋城門來不及反應 洛馬直接溜了進來 家裡會稍微被收到騷了 好 這裡要趕快拉村民去打架 但可能會被收掉一村 哇 把殘血的村民還是收掉了 拿到一村優勢的法蘭克人 現在經濟非常的優秀 現在看到兩邊的收集資源量 這邊都有寫了 這邊可以看到 4400對4300 現在法蘭克人稍微落後 沒想到蒙古前期的打野 經濟是這麼的優秀 這我們之後就不用再去 一直開這個面表看 收集資源這邊就有寫了 好 那這邊 城鎮中心閒資 兩邊都是低於15秒以下 這個時間點算是很厲害 好 那肉麻五隻 裡面就需要 哇 又一直補進來 我是覺得 蒙古這裡是不是要補個城門 稍微把這面給圍死 這一直溜進來 問題很大 好 這邊還反擊了一隻肉麻回敬 看起來 蒙古人 要防守下來的話 一定要按一些肉麻 不然就稍微趕快點城堡時代 轉草原起兵喔 家裡一直有被騷擾的可能性 這邊是有點頭痛的 好 這裡一直被騷擾 肉麻就過來騷 蒙古人點下城堡時代 好 這裡要開始點品種了 下第二個馬就 好 槍兵繼續防守 好 上面的肉麻拿一個多線 一個肉麻在上方 好 這邊兩邊要匯合了 好 這邊就分兩隊 三隻肉麻 三隻肉麻 好 馬蘭克人升到城堡時代 肉麻血量會直接上去喔 那這裡可以考慮三級青騎兵 這裡可以走出去嗎 看一下 哎呀 走出去了 哇 這個肉麻居然走得出去 這個木牆居然沒有蓋好 可能想想還是別為死好了 反正都快升城堡時代了 好 趕快補下這個城鎮中心 後方這裡可以考慮補魚狗 可以來挖石頭 好 但是最後決定放在下方的木區 好 蒙古先點一下二級防 這個二級龍 沒有要點 因為這邊點二級龍的話會斷肉 好 這邊槍兵戳到了肉麻 剩下兩隻殘血肉麻 趕快打一下 好 草原騎兵過來了 現在正面集結 這邊蒙古人的城堡時代初期 草原騎兵是很好的一個單位 天生就有血量加成 待會再找個機會點個品種 血量可以高達98滴血 跟一隻騎士只差2滴血的狀況 好 那這邊蒙古人點下了修道院 這邊修道院是補下了 生女待會可以來招翔 那這邊少爺應該是坐魚防守 應該是很難處理減勝物 現在萬命喔 輕騎兵的數量還是很多 好 草原騎兵過來 讓法蘭克有點壓力 這裡奴兵有點麻煩 哇 直接擊殺掉兩隻車民 法蘭克人這邊攻兵配騎士 是一個很強勢的打法 這個洞還是被溜進來了 現在法蘭克人家裡 雖然很被鬧 但是蒙古人這裡要被迫回首 家裡裡面沒有城鎮中心 只能被迫往下拉穿逃跑 好 待會就要來看一下這一波要怎麼解 這一坨攻兵不好解喔 好 這邊是關鍵 草原騎兵現在還沒有品種 好 上去先搓一搓 但這邊上高地了 攻兵射草原騎兵三很高 攻兵第一時間想要拉到左側 去射擊左邊的僧侶 但僧侶是直接招翔了奴兵 奴兵數量直接變少 草原騎兵再繼續往前 把殘血拉走 好 那這邊應該可以輕鬆解掉 哇 殘血的草原回去送頭了 好 看能不能點掉一隻僧侶 能點掉僧侶就很賺 法蘭克 看一下 沒有辦法 全部送光了 好 當然這一波還是打出了CP值 擊殺六隻村民 但是代價就是損失了所有自己的單位 那法蘭克這邊是走一個奴兵開局 陳寶斯在打奴兵配騎士雙黃金兵種 好 我們繼續看下去了 這兩邊的打法應該是 沒意外 是主義偏一個開奴型的 因為兩邊現在已經戰損平衡了 那兩邊的資源收集量 法蘭克已經超越了蒙古人 蒙古人在陳寶斯在初期 經濟通常是會輸給人家的 打防守反擊是比較好的一個決定 主要強軍是進攻 對手是高手的話 很容易被擋下 反而很容易撥倒 好 那後方 這裡是轉出了頭池車 這裡繼續在伐木 從來往後拉一下 這個聖物偷走 哎呀 看到了 但是還是被射倒 這邊草原騎兵也是過來騷擾一下 下方這一坨騎兵加工兵又走了進來 蒙古家裡草原騎兵數量並不是很高 這裡要趕快來累積一些數量 拖子車步來拍一下 沒拍到 森旅招翔 把騎士給逼退走 OK 打法現在沒什麼太大問題 草原騎兵這邊要趕快續一下數量 3TC一樣不能斷村喔 要趕快繼續讓村民繼續運行 然後這邊要轉出更多的草原騎兵喔 這兩隻騎士過來 哇 這隻村民還是被點掉了 這邊又有更多的單位過來 現在法蘭克把集結點都設定在了蒙古人的家裡 這一坨工兵想要給更大的壓力 蒙古人這裡是轉出更多的草原騎兵配僧侶 那草原騎兵本身是很怕的箭矢單位喔 比騎士還要怕 但是他的造價黃金是比騎士便宜了 看要35塊錢 看要是一隻草原騎兵的造價 但是草原騎兵又有異攻射程的優勢喔 所以更快可以接觸到敵人 最後是點掉了 這裡工兵又抓到挖石頭的村民 尼可夫蒙古人這裡石頭一直被斷 被斷著有點慘烈 這一波拉回去 正面用投石車給壓力 騎士過去想要抓掉投石車好像有機會喔 就這樣回頭了 這裡村民沒有蓋城牆卡位 這兩台投石車不妙 但是後方的工兵直接把所有的僧侶給點掉 雖然自己的工兵當然全送掉了 但之後賺到這些投石車跟僧侶 已經不虧了 這邊平衡交戰之後 法蘭克還是獲得優勢 經濟還是領先300資源左右 這邊草原騎兵過去 這裡有三隻槍兵 應該是稍微來鬧一下而已 前面可以開始轉步騎作戰了 開始發現工兵太小號黃金 步騎作戰 騎士配槍兵 打草原騎兵這個搭配組合是ok的 那待會如果蒙古轉駱駝的話 步騎作戰也是可以做到很大的克制效果 法蘭克人大會打蒙古圖祭 要煩惱的是遊俠該怎麼點出來 好 那這時候蒙古已經點下帝王時代了 3TC 加105寸點下帝王時代 中間按了一些兵力 正面的部分沒有蓋城堡的關係 法蘭克人想說 哎呀這個高地這麼好 適合蓋堡的地方 我來幫你增加一下這邊的周圍房價 蓋根高樓大廈提升附近的房價 幫你蓋一棟啊 大坑堡壓在你臉上 OK 法蘭克人這裡要不要去點下騎兵呢 待會地龍時代 騎兵應該要先升喔 現在連地龍時代都還沒有點 這裡用這些騎士去吸引對方的草原騎兵的阻力 讓這根城堡可以有效蓋起來 這裡補上一個市集 趕快買賣一波 買一根城堡出來 待會要應戰了 好 草原騎兵 要趕快繼續補 生率要暗一些 雷極射 這裡低調 把農田蓋這個位置 這裡村民被城堡射到有點痛 二極射城堡射程非常遠 這裡大量槍兵走進來 現在草原騎兵要處理這些重裝長槍兵也不太容易 一定要讓大家全部聚集起來 才能有效反擊槍兵喔 好 趕快聚集起來 這邊就可以反擊回去了 一攻的射程 讓打槍兵路線喔 很好打 槍兵過來就不蒸發 一過來就蒸發 這個集火效果非常好 好 蒙古人這邊是點下地龍時代之後 還有五秒鐘的時間 這裡巨型頭11趕快按 但是蒙古人的村民樹已經被殺了23村啦 現在128村等105村 然後變成村民樹明顯差距的出來 好 按這根寶應該是不寶了 待會巨型頭11出來 蒙古果然是轉出了弱駝 好 安克爾這裡點下了手推車 手推車補下之後應該是文檔檔 文到一個不行 好 這裡點掉 九頭槍 哎呀 搞定 好 蒙古人這裡是點下二級色 莫托還有60秒的時間 好 法蘭克人點下了手推車 跟騎兵鎧甲 帝王是大約還有五秒鐘 一分五秒鐘 少講一分鐘 那現在這個生物是兩顆生物在這 第三顆還在野外 法蘭克人沒有很積極的去找生物 再來是看到對抗聖帝王 開始轉為防守戰 希望盡可能可以拖一點時間 讓蒙古這裡跑到這麼快 直接攻擊法蘭克本土 好 法蘭克這裡5TC弄得很開心 無情開農 蒙古這邊3TC 慢慢把村民術慢慢拉起來了 現在資源量被明顯打出來了 大概蒙古現在出了快要接近3K 2K多一點點 好 點下了鍛造技術 駱駝數量慢慢堆疊起來 巨型投石機也來到了兩台 開始攻城 這邊重點是法蘭克人 有沒有速遊俠呢 好 遊俠2級馬侃跟蹤技術 哇 跟蹤技術 你現在才點啊 蘭克這個有點miss掉了 跟對方打騎兵跟蹤技術這麼晚點 好 這裡看起來 可以抓個幾村 蒙古再次要被迫回首 而且加流駱駝 暫時應該能守住 好 這裡趕快來攻城打掉 好 蒙古這時候也點下了品種 其實這一場兩邊都有失誤 一個是忘記點品種 一個是忘記點跟蹤技術 這個忘記點一定是失誤 這個對於戰鼓來說差距非常大 你出了那麼多的草原騎兵 不點品種 這樣就有點矛盾了 明明有血量加成 不讓他再血量更多一點 好 巴蘭克人果然是點下了級兵 加上護衛技術 這個步兵鎧甲 先上級兵 這個邏輯很OK 但有些人會說 欸 為什麼不是先上遊俠 因為遊俠在這個階段裡 你要成行起來 也不一定打得贏重裝駱駝 而且蒙古人這邊還有一些單位 像是蒙古圖技 開始也慢慢成行出來 三級馬拉開也沒有辦法 第一時間升的情況下 很容易被射穿 先出一些槍兵 擋住正面駱駝 遊俠這邊找個機會再點 可能會更適合一些 那法蘭克這邊升級方式 我個人是偏喜歡的 先升級兵再升遊俠 好 那法蘭克人這邊稍微慢慢一下 點下了遊俠 巨型頭11慢慢架的出來 我這邊要趕快把所有的蒙古圖技 堆積在這裡 這裡化學有補了嗎 看一下化學是不是有點 化學還沒有點 剛剛講完就點了 化學先點 然後再點這個彈道學 傷害先起來 因為對方是近戰單位 一定會上來A你臉上 越近我就越準 所以彈道學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沒那麼迫切 反而是傷害先點 那精銳蒙古圖技已經升級好 基本上待會再點個什麼 拇指環還有這個安協人戰術 就滿了喔 這個蒙古圖技就全部成型 就可以與法蘭克一戰了 那法蘭克這邊要打蒙古圖技的方式 其實也不太好打 戰毛兵可能可以考慮出一下 但是要打的話 還是靠遊俠去撐場面 會更加適合 好 這邊遊俠 還有1分10秒鐘 蒙古圖技直接點掉了巨型投資機 現在蒙古有絕對的主動權 到帝龍時代蒙古人 只能用自己的單位特性 拿到更多優勢 雖然法蘭克人現在經濟有贏了6K 但現在正面要打贏蒙古 是不太容易的 好 彈道學跟拇指環果然點下了 這裡沒有投資太多的啟兵科技 在駱鎖身上 這一點是很好的細節 好 直接手撕 巨型投資機 蒙古圖技 速點巨頭很快 好 這裡趕快點掉這一些的長槍兵 這些長槍兵點掉才有機會打贏正面 哇 結果正面擊兵戳到了蒙圖 蒙圖這邊受傷很大 後方蒙古圖扛了線 但正面是用蒙古圖進去 扛住正面的遊俠 遊俠突然變身 森女稍微招響了一下 但是駱鎖傷害實在太高 重傷駱鎖解掉了非常多的遊俠 這一波交換兩邊都是死傷一片 但是蒙古這邊是擁有這個遠程優勢的關係 最後是打贏了正面戰爭 但是法蘭克也是順利拆掉了三頭巨型投資機 為自己的城堡 增加一些春火的時間 OK 蒙古人這邊是打得很不錯 法蘭克這邊細節也有做到 但蒙古人這邊是稍微有點小小失誤 剛剛用蒙古圖進去彈住的傷害 所以應該要再往後拉一點會更好 回到這個高地去輸出 剛剛都在平命跟這邊家互打 但這邊突然開打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有時候戰況 戰場是瞬息萬變的 計畫趕不上電話 也是很正常 好 那這裡蒙古人是繼續轉出了蒙古圖進跟駱駝 法蘭克人繼續使用護騎作戰 居然按出了三隻棒棒應該是按錯的 本來要按遊俠按到軍銀去了 不對啊 這個軍銀的快捷鍵 Q鍵應該也不是遊俠才對 這個不知道是怎麼按錯的 好 法蘭克人果然點下了戰毛兵 那我們剛剛開頭說到 即使帝王轉戰毛兵 也很容易被蒙古圖進反制回去 那如果蒙古人的經濟一直被克制住的情況下 換久了 戰毛兵還是能換一個 那就是要去打消耗戰 千萬不能跟對方打一波 這個打一波就越推啊 好 蒙古人這邊是資源現在輸了八千資源 哇靠 這個資源越輸越多了 法蘭克人現在這邊有擁有經濟上的優勢 蒙古人這邊連二級農田都還沒有點 好 蒙古這邊數量慢慢堆疊 這一波不齊作戰還是擊殺掉了一些近戰單位 好 城堡慢慢架了起來 兩根堡開始封鎖蒙古外的資源 這個基因果然被控制住了很難受 這個石頭也是了 當然是雙城堡在轉蒙古 蒙古現在數量慢慢堆疊 好 終點下二級農田了 這邊目標數量值是要來到40隻會比較好 打遊俠的話40隻會更有力 飛的話最好是到60 但要到60是相當不容易 好 那這裡蒙古人要考慮要不要轉一些漏馬 當漏盾坦就好了 但是你現在就按直接全部鬼轉漏馬的話 正面會有扛不住遊俠的問題 對 這也是蒙古中後期的一個大問題 你要轉駱駝的話 蒙圖數量就會少 你轉漏馬的話 正面就很容易扛不住 那其實蒙古這邊有個做法 就是轉槍兵 硬轉槍兵喔 其實也是一個打法 那之前我們的影片裡面有出現蒙古轉槍兵 不轉駱駝 然後把所有的黃金投資在蒙古圖記上 之後逆轉法蘭克的畫面 那尼可夫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靈性喔 意識到自己的經濟已經快要爆炸了 趕快轉一下槍兵出來 那這邊果然是要轉漏馬的樣子 繼續補了馬舊 好 法蘭克人點下了化學 化學這裡補下之後 待會可以轉火炮 來試試預防性 轉一下 待會如果看到重裝長槍兵 也可以轉火槍 那法蘭克人不然是轉火槍還是轉火炮 都很容易被蒙古圖記給射光的 那這邊轉化學 最有可能是要為了讓戰毛兵傷害多一點而已 並不是為了要轉火炮或火槍 好 這裡法蘭克人黃金數量還是優勢的 畢竟多了這一撮黃金 黃金整整多了好幾千塊 蒙古人這時候已經斷金了 缺了一坨附金 經濟實在太差 左下角這塊金也是挖到一半 被克制住 這裡的黃金也在挖掘當中 凡克人進階已經贏了1萬支援了 好 蒙古人這邊是32隻 蒙古圖記 終於需要來到40隻了 開始點下攻擊力 防御力 大洛瑪還需要600塊黃金 好 上方法蘭克人也展出一些輕騎兵 開始要來BD蒙古家裡 上方這裡城堡被拆掉 蒙古會有點壓力喔 因為如果城堡被拆到太多的話 待會蒙古就出不了 好 這一波交換 看起來法蘭克人是有優勢的 因為這邊是要直接殺到蒙古的本土了 後面的經濟都被殺了 蒙古人則是在攻擊外圍的城堡 並沒有傷到法蘭克人的經濟 現在法蘭克人的優勢非常巨大 只要再拆除兩根城堡 蒙古就要宣告GG了 這是不用打敗對方的阻力 也能拿下比賽的方法 好 蒙古這裡也點下了三攻 攻擊力趕快點 加利用駱駝稍微防守一下 好 利肉馬截掉 留下顏色光 加利守住了 蒙古繼續守在這個位置 數量中來到了35 好 蒙古這邊村民有在去補一些 但是主要是要補肉馬 肉馬數量很明顯不夠 好 當然現在農田有點少 有1000多木頭 趕快再去撒農田會比較好 現在木頭偏多啊 好 正面的巨型頭實際架起來 大量槍兵在這邊守著 蒙古圖竟也在這邊守著 你敢來打我巨頭 我的蒙古圖就敢反擊回去 但是現在兩邊的攻擊目標都不太一樣 鐵可夫是想用盡可能的獲取黃金資源 反而可可斯想用盡可能的攻擊 蒙古的本土 只要能進攻進去 農田就會空住 肉馬就可以掃 經濟就會爆炸 那打贏戰爭也是繞事情 畢竟戰爭是很看後勤的 沒有後勤的戰爭就是一波流 打完了就完事 就是被對方完事了 所以後勤一定要繼續補上 OK 前期 39隻蒙古圖竟 終於承襲 打反克這一坨戰爭跟遊俠殺害實在是很痛 好 反克終於左邊的城堡被拆除了 正面這一波來看一下 最後的城堡能夠守下嗎 這根城堡守不住 蒙古就沒了 城堡殞落 蒙古人在高地雖然可以射擊回去 但是沒有城堡 就意味著這些蒙圖是蒙古的蒙圖後裔 末代蒙圖 40隻的蒙圖 只要解決了 遊戲就結束了 反克人這邊繼續用遊俠加上戰防兵 開始壓制蒙圖 蒙圖的數量掉得很快 只剩下28隻26隻 正面高打低 還是擋不住已久的遊俠的直接無情衝鋒 尼可夫這時候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反克人拿下比賽的勝利 反克人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總共是贏了1萬2 雖然木材是輸的 但是石物跟黃金還有石頭都是大贏的狀態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